大家好,我是西岩古城家门口 以前拍的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视频中驱车去探访一对天下明君贤臣的陵墓 古代一般只有帝王的墓还叫陵 而这位贤臣的墓也被惯常为陵 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 政治犹在花盛开集结 看着这一小片金黄色的花海 顺便放飞无人机远观一下这对明君贤臣的陵墓 正前方那座最尖的山叫九宗山 一代明君圣主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在九宗山 关于唐昭陵的选址 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 长孙皇后一生结简知书名礼 临终是一言 生前没有做多少对百姓有益的事 死后绝不造坟墓 劳民伤财 就因身为坟 太宗遵照长孙皇后的遗言 皇后哄后 太宗把他临时安错在九宗山 新凿之石窟 起名昭陵 并决定把昭陵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 驾崩后与皇后合葬 贞观十一年二月 李世民确定下来三藏的规格制度 即因山为陵容观而矣 开创了唐代帝王以山为陵的先帝 左前方是敢于执剑的一代贤臣 魏征的魏陵 贞观十七年 魏征病死 陪葬于昭陵 属于昭陵陵陵墓之一 具体在九宗山西南 运三宫里处的凤凰山巅 墓与山岭南端 伊山凿石而住 是距昭陵玄宫 最近的唯一地处山上的一座功臣墓 并且太宗亲手为魏征 撰写备文 君臣二人的陵墓 都处于同一道山脉 除唐太宗外 还有十八位唐代帝王的十七座地灵 也处于这道山脉 统称 关中唐帝十八陵 下面这种沟壑纵横 提前层层 植被稀少 还有传统民居窑洞的特殊地貌 属于黄土高原 这里也是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带 是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 由此向北即登上黄土高原 由此向南则下到关中平原 所谓关中平原及陕西省秦陵北路 为何冲击平原 平均海拔有五百米 其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 南则是陕南盆地 秦巴山脉 西齐宝基 东至蔚南 为陕西的工农业发达 人口密集 附属之地 号称八百里秦川 那么为什么叫它关中平原 是因为它的东南西北 被四座巡关为定 东边有函谷关 西边有大散关 南边有五关 北边有萧关 如是四座巡关 将这块平原为定 继续前行 顺场的公路 行至尽头便是魏陵 平坦的山路 通往魏征墓前 魏征到魏陵 坐北朝南 目前有平台 这是1998年4月 魏史宗亲立的魏征公墓表 上面刻着魏征升平 后面则刻着魏史公会 在魏陵变之松柏 为当地投资修路 以及福政魏征墓碑等事迹 沐原县仅存 盘桃文碑首的奉碑一同 它是唐昭令一百多块唐碑中 唐太宗李世民 御志御书 保留在唐昭令的唯一碑石 长孙皇后的墓碑 也为太宗御制御书 但是可惜没有保留下来 魏征的墓碑也命运多舛 竖起 推倒 又竖起 又推倒 在魏征墓前 一直沉睡了1378年 现存的石碑 是由台湾世界卫士宗庆会又树立起来的 关于碑首 一般是六条赤龙下垂 这是唐朝石碑常见的规制 魏征的墓碑非常特殊 碑首雕刻的是盘桃图案 这样的石碑在昭令陪葬墓中 仅此一块 有人认为这是太宗借几千年才开花结果的盘桃 寓意魏征是千年不遇的人才 碑文是太宗亲自撰写的 但是现存石碑上一个字都没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历代 贤军局臣的楷模 魏征活着的时候 太宗把他比作自己的镜子 主动结成亲家 魏征去世时 太宗非朝五日 为其至爱 魏征去世后 因生前给太宗极力推荐的侯军吉和杜正伦 一个参与和策划了太子谋反 另一个对太子教导无方 见人适当 并有人向唐太宗密奏 说魏征大将的奏折都是一世理犯 一份上场给皇上 另一份递交给使官 太宗大陆 不但下旨解除了横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征的婚约 而且一度之下 令人扑倒魏征墓碑 并磨去了自己亲手为魏征撰写的碑文 现存碑身无字 正好遇史书记载文和 碑身下的龟首也被毁 现在看到的为后来修补的 为了保护这会石碑 后人修建了这座石亭 将碑放置其中 亭上扁阿书 魏征领墓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 失败后深感懊悔 于是又想起了魏征的好 夏令在魏征墓前 另立了一块小石碑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块小石碑已不知去向 右边残存的石块 已是那座平反碑的碑座 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有近200座陪葬墓 正常的陪葬墓地宫上面会有封土 但是魏征的墓并没有封土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魏征的墓以山凿石而建 他的墓就在山里面 山体本身就是他的封土 唐太宗的昭陵陪葬墓中 只有两个以山为墓 除了魏征墓 另一个便是李世民的宠妃 魏贵妃墓 李世民属下的文臣武将中 采取以山为墓的只有魏征 魏征墓是级别最高的一座 魏征自全城生意居留取杨 唐朝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因直言近见辅佐唐太宗 共同创建了真观之志的大业 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和直臣 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去燕门关营救贼杨帝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上书令 右侯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务 后奉为秦王 先后率部平地的修人岗 游武周 窦建德 王世冲等 在唐朝的建立 与统一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以世民为帝之后 积极听取 魏征等群臣的意见 对类 以文治天下 虚心纳建 力行节约 劝壳龙丧 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 国泰民安 开创了中国历史著名的贞观之志 对外开疆拓土 消灭了东突厥和血缘陀 征服高厂 秋辞 土一魂 重创高古力 设立安西寺镇 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克汗 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事 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为一代明君 唐太宗以自己的雄才大略 开创了贞观盛事 作为一代贤相 魏征在贞观之志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没有唐太宗的贤明大度 就不会有魏征的忠职 没有魏征的忠职 唐太宗也就少了一面文治武功的敬见 君臣相辅相成 这出魏征是唐太宗的对手的部下 唐太宗的爱财之心 使魏征有了发挥财干的平台 魏征不仅帮唐太宗制定了烟雾修文 中国籍安肆意自服的治国方针 也时时刻刻修正着唐太宗的错误 从贞观初到贞观十七年 魏征并故为止 十七年间魏征建筑的事 有史籍可考的达两百多项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 对外关系甚至皇帝的私生活等等 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多次让太宗下不了台 唐太宗不愧为一代贤明君主 火去国后又为有这样忠贱之臣感到欣慰 就一次次的原谅魏征的出入容颜的执贱 以致在魏征死后 唐太宗极为伤感的对仲臣说 以童为贱可以正义观 以骨为贱可以执行替 以仁为贱可以明德诗 经魏征士一贱亡以 唐太宗的感叹自有道理 而魏征也因为遇到唐太宗这样续环纳建的圣主 而庆幸 远望昭陵九宗山 九宗山突乌挨起 在其山峰周围分布着九道山梁 把昭陵高高共举 古代把小的山梁称为宗 因而得名九宗山 昭陵为九宗山 依仗九宗山和衣冠众多的 列为在九宗山东南路 巨龙相陪的 皇秦国戚和众位朝中的文武众臣 可谓身为皇上 死后依然为一代帝王 站在昭陵九宗山西南 凤凰山殿的魏征墓顶上 可以望见不远处的昭陵 明天双双这是象征了君臣对话 千百年来 魏征的一次又一次不畏生死的劝谏 仿佛依然回荡在山谷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